大家都发现了吧在整个2023年我们的楼市全面的放开 这比以往每一年都猛烈 以前呢如果哪个城市的房价涨得比较厉害 那基本上马上就会出调控的政策 比如说限购限售限贷等等 不会呢让一个城市的房价过热 可是呢从2017年到2018年涨价去库存以后 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 这个房价呢都是直线的上升 一二线城市的人们呢还能够稍微承受一点 毕竟呢在大城市工资收入的能稍微高一些 可是三四线城市的老百姓呢就受苦了 本身三四线城市的一个平均房价就是四五千左右 当时呢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 可是呢房价涨了以后涨到了一万左右的水平 结果呢有很多三四线城市的老百姓被套牢 包括呢很多这个开发商来到三四线城市拿地完成了资本的收割 结果呢现在开发商大批量的撤离三四线城市 可是三四线城市老百姓就被套牢了 那在2016年呢提出了房住不吵 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房价已经高位稳定 不管怎么样很多地方的房价呢 现在已经到了八九千的水平 而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稳定了 在2022年呢我们的楼是全面的放开 你看对于这个开发商要求开发商呢保交楼 要求开发商呢这个必须降负债 还有呢要求银行呢把这个利率降低 对吧我们之前买房子利率6%左右 现在呢3%4%的水平 可以说我们每个月还贷的这个成本降低了 还有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取消了所谓的限购限售限贷 我们卖房子呢比较自由 我们买房子呢也比较自由 包括落户也比较自由 可是在这么好的利好政策下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持币观望 不愿意去买房子 我总结了一下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这一次呢楼市真的拖不起来了 那些呢想靠着房产来做发财梦的可以醒醒了 我们具体来说 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楼市太疯狂了 套牢的比较多 之前想一想大家买房的一个模式是什么 就是呢有钱了就赶紧凑首付 然后到售楼处交钱把房子买了 也就是说只要手中有钱 我们马上就买房子 那为什么我们要买房子呢 那是基于房子有涨价的可能 有赚钱的这种功能 也就意味着呢 这之前我花钱买了房子 过几个月房价涨了 我只要把房子一卖 那么我基本上就能得到两三年的收入 甚至是赚的更多 基于这种思想 大部分人都开始炒房 不管家里有没有需要 我都会呢多买房产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房子呢涨了这么多年 涨不动了 又有呢调控政策在 现在如果很多人把钱投入到房产市场当中 极有可能是被套牢的 2017年到2018年房价涨得猛不猛 当时的交易量高不高 当时的利率高不高 当时的首付高不高 可是仍然有人飞蛾扑火的进入到楼市 可是现在来看呢 短短的四五年时间 有很多人被套牢 有很多人的真信被坏掉了 有很多人的房子变成了法拍房 这就是高房价带给我们的危害 它套牢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可是再回想一下我们的收入有多少了 我们还是在按部就班的上班 我们还了房贷以后 我们甚至每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 那你买这样的房子有什么用呢 况且现在房子的金融属性已经在慢慢的消退 所以呢很多人现在觉醒了清醒了 不再买房子 而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下手 那还有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负债比较多 我们的需求呢也被满足 那你想一想 我们在1998年房改了以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是不是农村的人们开始呢 进城找工作 开始呢在城市当中发展 可是呢当时我们从农村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虽然没有钱 但是呢我们也不欠别人的钱 那房子呢当时作为我们的一个生存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需求 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房子能不能升值的问题 就觉得呢我们在城市当中发展 房子呢有70年的产权 买了房子 我就不用了给别人掏钱租房子了 所以呢基于这个思想 大家呢都是在第一批买了房子 可是呢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一点 房子有金融属性 慢慢的有人发现了这个身材之道 于是呢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去买第二套房子 甚至是第三套房子 有些人没钱怎么办 没钱刷信用卡 没钱呢问亲戚朋友借 甚至呢回到老家借高利贷 也要呢到自己的城市买房子 这样的人群不在少数 那买了房子的同时 我们的负债也增加了呀 当我们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如果你贷款50万 可能我们就这50万的负债 但是呢在第一套房子没有还完的情况下 我们就买了第二套 甚至是第三套 你的负债就从50万变成了200万 可是我们的收入还是有限的呀 那么这样讲的话呢 我们的负债越来越多 套牢了很多人 所以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出钱买房子 再有一个呢 房产发展了20多年 每一年开发商都在拿地 都在疯狂的建房子 我们的城市化率高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出门到处都是小区 再也不像以前 出门呢是荒凉的沼泽地 那是九几年的现象 现在我们出门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住宅 看到的是写字楼 看到的是商铺 看到的是公寓 那只要你想买 你随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购买 可是呢 我们这20年的需求已经早被满足了 现在不是房子缺不缺的问题 而是很多人已经有了多套房子 在看政策 下一步会不会出房产税呀 下一步呢 这个房价会不会涨啊 大家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想把房子抛售掉 而不是再低价买入 现在的房价相比几年前已经低很多了 可是很多人呢 还是不愿意出手买房子 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呢 说到的第三点就是呢 我们的收入少花销大 然后呢 压力比较大 各位 我们的深层呢 不是光靠房子的 房子只能够解决我们的住 但是呢 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一睁眼 就要花钱 离不开衣食住行 那么首先来讲 我们的收入呢 确实不高 在一线城市 如果呢 你的技能比较好 你有非常大的能力 可能呢 一个月能挣个一万两万块钱 但如果呢 或者说呢 你是通过做生意 可能每个月呢 能挣好几万块钱 但如果呢 你很普普通通 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 那么你在呢 一二线城市 可能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块钱的水平 那到了三四线城市呢 这个工资就更低了 可能一个月呢 也就是三四千块钱 如果加班的话呢 可能会拿到四千 最高呢 也不会超过五千 这也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收入的一个现状 有些人呢 忙忙活活一年 看似呢 说挣了很多 结果呢 一插银行卡余额 可能一千块钱都不到 那么 在这种收入低的情况下 我们在生活当中 还有各样的花销啊 对吧 房贷 车贷 信用卡 都需要还吧 对吧 我们生了孩子以后要请保姆孩子的花销 我们父母有病了 我们还要出钱看病 等等等等 也就这么说 如果你一年挣五万块钱 那么你的花销可能就在十万啊 你别不信 因为呢 花钱的速度是很快的 花钱的地方也很多 这就导致到很多人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再一个呢 我们的房价每一年都在不同程度的上涨 只是快慢的问题 那今年你准备了五万块钱 可能到明年首付就要七万块钱 但你手中没有这些钱 那只能继续攒钱 攒到明年 你的手中有十万了 可是首付需要十二万 也就是说 你的收入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所以呢 很多人也看清了这个事实 那么再加上呢 现在楼市正在转型 未来呢 有更多的保障房 公租房 雇用产权房出现 所以呢 很多人就不着急买房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的楼市全面的放开了 我们的交易量仍然不高 我们的房价仍然涨不上去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